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做了一家那个大型企业的销售 销售代表 但是我放弃了 之后进行了122天的一个追冒 我来到这个节目 我希望就是在座的老师给我一些指点吧 因为我还没有具体找到我更加适合那个职业的具体方向 刘琪23岁 北京工商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 本科 大家好 我叫刘琪 今年23岁 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在大四的时候呢 我在一家大型的服装品牌公司做管理培训生 后来做了一年半的产品销售代表 现阶段我首要的应聘的第一求职目标是做一名培训师 好 谢谢大家 刘琪 刘琪老师好 刘琪好 说曾经做过一年半的叫销售代表 对 产品销售代表 这毕业之后就去做的工作嘛 对不对 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还没毕业就开始做这个 对 是毕业之后又坚持了多久 坚持了一年半 因为在大学毕业之后嘛 我也不知道具体自己适合哪个岗位 之后就选择了销售 之后通过这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一年半的一个感悟 我感觉在培训方面可能更适合我自己 还因为在培训的时候 我能激发出身体的很多那种细胞 就感觉很热情 之后我怎么工作都不累 之后我觉得我对培训会有很大的兴趣 你是什么时候辞的职 在七月底八月份 七月底八月份 那这又好几个月过去了 这好几个月干嘛呢 我进行了我人生的一个追梦 追梦 对 怎么追啊 就是当时我是在做完销售之后 想做一名主持人 但肯定对于我个人来说 资深条件很有限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太靠谱的事 但是我会享受在追梦 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快乐和收获 因为我觉得主持人是我当时想的是这样想 我如果做主持人 我没有任何的专业背景 而且就是我这个形象来讲的话 我觉得不太适合做主持人 但是我觉得我有什么特点或优点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 但我觉得真实又不能去做主持人 你太真实 你身上很多批了 就是你真想救我 就是我自然 你是觉得 你是觉得我一直在这装的 我是这么觉得的 就是因为我这是追梦的一个过程嘛 我现在就是想从培训师开始做起 你未来的目标仍然是主持人 虽然只是一个梦 成不了成不了 仍然我不是特别强求 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条路上也是有很多收获的 那你为什么能做培训师 做培训师 我觉得我有几方面特点 我性格上第一是本身上有动静结合的一个特点 谁都这样 但是我的动和静有点挺极端的 我有时候静的时候 就是完全闭关 一个月就是不跟外界任何人 除了我妈我爸联系之外 之后自己在家 就所有的事就享受孤独 会体会生活中那种苦中作乐 那种 你好好享受那玩意干嘛呀 我就是自己给自己脚子对手的迷人 那个刘琪 你想做培训师 有没有人给你泼过凉水啊 我这个 暂时没有吧 那我能给你泼掉凉水吗 好嘞好嘞没问题 实话是说 我觉得你真的不太适合做培训 也不太适合做主持人 他真的他做销售真的挺好 他那个梦 我听你说了吧 我听你说了吧 贼 你不好意思说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的口齿 发音 发音不是特别 不太清楚 那我还是可以走谐星路的 你为什么要走谐星的路吗 就是你还是想 那你说你走谐星的路 比如说你说了 我屁关一个月 那你这一个月不做主持人吗 你突然谐星的 说我这一个月不见人 那销售不是一样的吗 其实我还挺担心 比如如果把你招过来 然后你就决定 你要享受一个月的孤独 那我们怎么办 我不会的 不会的 这个是不会的 那刚才说的一个劲 比如说动 就是说 能不能描述一下 你这个就是动的这一面 你多动 就是 我之前做产品培训的时候 首先在 给大家培训的时候 我会 先跳一段舞给自己 就是让自己很兴奋 之后在讲课的时候吧 基本上也是那种手舞足蹈 今天还是很规矩的 你是在所有人面前跳舞吗 跳完舞再讲课吗 不不不不不 我那就是很 那你能跟我们演示一下 就是很轻松的 就当我们今天都是被培训的 你演示一下 你是在被培训的人面前跳舞吗 不是不是 他是进教室之前 先在厕所 对对 他自己嗨起来 他自己嗨起来 江东东热身运动 热身运动 你试一段吧 来一段吧 就是你培训的那个 人生的 你做过的 对 当时这个说实话 我当时是背的小 很小 当时都是背的稿 现在就是属于现在 经历很长时间了 我都忘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 我会给我们这些经销商们 做我们的店长 应该如何的 去把我们的产品分析 之后按照不同级别呢 进行一个店铺的分派 你为什么不能现场假 如果说你的 说实话我认识吧 你的梦想是做渠道的话 按道理这个东西 信口就你也来的 对 而且你做过原来还 我确实做过 你跟我们说说 说说 你那个培训 来一段培训吧 你就是这样吧 你就培训那个 你那个是人一对一的 你今天来面试 现在有人来应聘 你来跟他 不要限定他 就是你 你讲什么最拿手 你就培训什么就好了 我觉得做培训吧 是这样 你之前你一定要有 大量的知识储备和积累 之后对 听到现在 我觉得你现在从头 从头讲到现在 全在跟我们讲大道理 你必须要落到一个点上了 因为你再不落到点上 你说培训师 那你想你为这个培训师 你做了这么久 我做了一年半 那你一定是这些东西 信口捏来的 他是经过一年半的培训 应该你一定具备这个数字的 如果你现在展示不了 那我就要质疑了 面试现在非常关键的 一个时刻到了 尽管他自己之前把自己 包装从外在的形象上 整体的谈处上 都还觉得不错 但是这才是真正设计到 具体能力的一个展示环节 如果这会儿过不去 整个面试就失败了 做人可以用工作 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但是你来参加这个面试 显然非常明显 你在应聘培训师 我们一定会让你来一段 你做过的培训 但你显然没做任何准备 通过12位老师的一些提问 我真心的发现 我这一年半的培训 有点做的不好 太不好了 而且没有做到一个真正 培训师的一个真正的水准 我觉得其实结果怎么样 对我来说是没有那么的重要 但是我觉得今天老师 这些让我感触的东西 我会好好在自己反省反省 我现在就怀疑你的诚信问题了 你刚才说你的客户很满意 员工也很满意 做得很好 你现在突然被我们一问 你又说非常不满意了 而且我们也没有说 你的培训不好 我们是特别期望听到 你一小段培训 我们没看到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评论 各位先不评论了 这是刘琪最后的努力 现在12位到了大家 做出初始判断的时候了 你们觉得刘琪应该是继续 还是离开 选择 有家企业离开 离开的速度非常快 刘琪我相信你也知道为什么 这个局面对于刘琪来说不利 刘琪我希望自我反省 一定要自我反省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我希望每一个答案都是 脚踏实地 落地 你的理解能力特别好 接话能力非常好 谢谢上官 但是刘琪 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不能以接话为主 要独立创作 好 好不好 好嘞 三位留下来 天生我有才 我觉得基本上 所有Boss团员也是判断说 你可能不太适合做培训师 那就是说 如果说你又不适合做培训师 然后又不想做销售代表 你觉得排除这两个选择 你还有什么选择 你有没有什么兴趣 我想兴趣方面 我就是想有一个特别自主的一个岗位 就是能让我进行 对 那最自主的岗位是每天去读书馆读个读书 这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要去企业工作呢 刘琪 你必须现在开始你要用专业化的术语 你从开场到现在 你全是在给我们讲一篇一篇的 因为我 对 你必须要落地 因为现在你要珍惜这三载灯的机会 就是你要一定要落地了 自主 你现在对这个工作的描述用了一个词叫自主 你觉得咱们回到公司 回到企业 企业的什么职位 是符合你的自主 并且你告诉我们一下 你所理解的自主是什么 就是自主 我所理解的自主是 在所做的一些事情 不完全就是 80%的工作是 循规蹈矩 按部就班的做 有20%之后可以进行一些自己的想象和创新 就这样的一个工作 比如 比如 我 我接触 其他的岗位没接触过 我也 比如市场拓展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呢 我就想问问 就是你对化妆品这一方面的领域 你有认识吗 就是大概知道做化妆品的销售代表 要做些什么事吗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行业 就是 想往那个化妆品行业这边发展的 那化妆品的销售代表 有在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怎么说 你是个性的 我很喜欢这个岗位 我很喜欢 但是 你直接但是 但是 我觉得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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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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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 你刚才 你刚才在你的脑子里发生了些什么 因为 怎么讲 我真的就是很 感谢老师 给我提供了这个岗位 之后我认为 其实有可能 我认为我是 我想做培训师 但有时候 事情的发展 并不是说 真正的就能做到随心所欲 就是你想干嘛干嘛 有可能做销售 刘琪 老师你好 销售人员 往往在她的面试的属性里 会有两条 坚持和扛压 坚持和扛压 其实今天你找不到工作 不代表你这个人干不了培训师 是的 你回去重新做好准备 重头再来 会有好的企业接受你 对吗 对对 但如果你连这份坚持都没了 你说我要改销售了 刘琪 我还是想跟你 我还是想把你的 你讲的几个词 再回过去 跟你自己说一下 第一个是你讲的追梦 第二个是我们开始 第二个环节 你讲了一个脚踏实地 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有 有一定的关系的 我希望 今后你在追梦的同时 能够尽可能脚踏实地 好 因为场上现在还有三位 到了三位选择的时候了 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亮着 主动拳就到了刘琪的手里 三位选择 小庄离开 陈花离开 哇还好 高姿流了下来 谈前不上感情 我可能会给你是我下面高姿的一个新的牌子 叫润知素的那个牌子的一个就是属于销售代表的这个岗位 但它本身又兼具一些培训的职能的 大概底薪我觉得可能会出到四千块钱 然后还会有就是一些提杀其他的提成方案会根据你过来之后 我们具体会谈 对 我能问一下就是咱们的具体地点在哪吗 很重要吗 这个不重要 对 不重要 但是我是想 那我们为什么不问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呢 原来它 而且你一直在追梦 你追梦追到现在 你追了一年半的梦 你要成为主持人培训师 然后呢 经过大家反复问 然后说销售港也行 我试着这个好 你觉得我觉得 可能老师这场 确实我觉得 可能我接受不了 刘琪你知道吗 我听了这么久 我觉得你有一个比较 你好像是为了适应老板 然后不断的去说 对 每一个老板说什么 你都觉得 对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然后那个老板说你要做的培训师 对 我觉得有道理 要做销售 我觉得有道理 你为什么要去适应 你自己没有主见吗 我 因为现在老师们提的一些点 我觉得 确实我应该去反省和思考 他们不是老师们 他们就是老板 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 我希望看出来你自己做决定 我现在不说话了 刘琪 刘琪我现在不说话了 高姿是你喜欢的化妆品的大类别里 对吧 他现在给你提供的职位 职位是销售代表 你需要去考虑 这个事能不能接受 他和培训师之间 能不能搭起新的通道 你要考虑 思考一下告诉我们 高姿提供的这份工作 你是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思考一下告诉我们 高姿提供的这份工作 你是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我介绍老师 应力成功的女士 将获得单字集团提供的 是密码补水 护肤里合一倍 这样他刚才也说了 那个销售 有包含培训的一部分内容 我其实还是想追我的那个梦 而且其实还是想做培训师 所以我想在充实充实之后 再沉淀一下之后 选择 以后选择一个培训师的岗位